本视频由边外书童制作 鬼魅情深 全一集 末班地铁上 本昏昏欲睡的蓝忘机 被四周的说话声吵得清醒过来 他揉了揉隐隐作痛的脑袋 四顾一圈 因为是末班地铁 所以整节车厢并没有几个人 一眼望去 全是些脚不沾地的阿飘 普通人根本看不见 这群阿飘 身着各种年代的服饰 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 脸上满是遮掩不住的洗衣 今天正是中原 蓝忘机料到 这群鬼应该是刚领了亲人给烧的钱 准备回鬼界 便不打算多管 到家还需要半个小时 他戴上耳机 准备找首歌打发时间 却在这时 忽然被一只阿飘吸引了注意力 那只鬼是个青年模样 长得十分英俊 只是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很是可怜的样子 只见他正探头去看别的阿飘数钱 眼中的羡慕之情都快要溢出来了 魏无羡 你那些后辈 今年又没给你烧钱啊 一只鬼数完了钱 有些同情的对那只青年鬼投去目光 名叫魏无羡的青年鬼 有些尴尬的一笑 我生前没结婚 没有直戏后辈 人家不记得我也正常 他今天只是来碰碰运气 没给他烧就算了 那鬼叹了口气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同情魏无羡是真的 但他也没有多少钱 自然不可能大方到拿钱 去给别的鬼花 问了两句 便去找其他鬼聊天了 魏无羡也不在意 自己寻了个无人的角落坐下来 似乎是感觉到有人在看他 他寻着那道目光望过去 便与一个长得十分好看的男生 对上了视线 愣了愣 魏无羡左右看看 确认他身旁无人 也没鬼 那男生确确实实是在看他 这才走到男生的面前 试探到 小帅哥 你能看得见我 嗯 蓝望鸡点了点头 并未隐瞒 方才注意到 这只鬼的时候 他就特意看过了 这只鬼的灵魂十分干净 是直好鬼 哦 魏无羡微微挑眉 这世间能看见鬼的活人 大有人在 没什么值得意外的 但看见鬼 却还能保持这般镇定之人 他还是头一回见 当时来了几分兴趣 那你不怕我 蓝望鸡本想直接回答 鉴于车厢内除了阿飘以外 还有其他活人在场 防止吓到其他人 便拿出手机 在备忘录上打字 鬼身前也是人 没什么可怕的 况且 你是直好鬼 我为何要怕 看到这话 魏无羡笑了 好吧 你和别人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蓝望鸡没说话 魏无羡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少请 像是想到了什么 魏无羡又往旁边挪了一个位置 将手放在膝盖上 将裤子上的破洞遮了起来 余光瞥见他的小动作 蓝望鸡抿了抿唇 没说什么 魏无羡坐定后 勾着脑袋 去看蓝望鸡手上的手机 好奇到 这就是 那什么智能手机吧 嗯 蓝望鸡打字 以前没见过 我死的时候 还没有智能手机 魏无羡道 不过我在其他鬼那里见到过 说是家里人给烧的智能手机 但鬼界没有网 平时就只能晚点不用联网的小游戏 哦 一人一鬼 在地铁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很快 蓝望鸡必要到站了 于是在手机上 打字问魏无羡 要跟我走吗 魏无羡有些不明白 什么意思 蓝望鸡 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钱不是很多 但够你在鬼界花 魏无羡一喜 杨间有些杨人比较特殊 天生拥有和鬼打交道的能力 会在一些两界交汇处 开间阴阳铺子 跟活人做生意的同时 也跟鬼做生意 这他是知晓的 听这话 莫非眼前的小帅哥 就有那种特殊的阴阳铺子 见他明白 蓝望鸡继续打字 我叔父开了一间小超市 这句话虽未明说 但他的猜测却是证实了 魏无羡很高兴能得到一份工作 立刻便答应跟蓝望鸡走了 下了地铁 蓝望鸡便带着魏无羡 直接回了家见自己的叔父 蓝叔父是个须着长长胡须的老头 见魏无羡灵魂干净 是直好鬼 便留下了他 就这样魏无羡得到了自己鬼声的第一份工作 超市收银员 月薪三千 工作时间是晚上十二点至早上七点 这个时间段正是蓝启仁的超市 对阴间开放的时候 蓝望鸡将魏无羡交给了自家叔父 便没再管了 毕竟他平时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 直到两个月后 蓝叔父一通电话打来 蓝望鸡这才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 匆忙赶了回去 回到家便得知 自从家里的超市 招了魏无羡当收银员 一个月进亏损就达到了两万 而且亏损的都是阴间的那一份 中原刚过 大多数鬼的手中 都是相当富裕的 收入不增反减 这显然很不正常 于是 蓝叔父便仔细查了超市的账和监控 终于找到了亏损的原因所在 不识数 蓝望鸡听完蓝叔父的话 嘴角抽了抽 将目光转向魏无羡 便见他正蹲在地上 十分无辜地用手指在地上画圈圈 蓝启人气的胡子都在抖 调出监控给蓝望鸡看 监控画面上显示 五块钱的东西 人家给十块魏无羡就找八块 一百多块钱的烟他十块钱就给卖了 卖出二十块钱的东西 自己就已经嘴馋吃了十五块的 下班回家的时候 还顺道打包二十块钱的小灵嘴 望鸡 你看看 你看看 再看一次监控 蓝叔父还是被气得 血压直往上升 蓝望鸡意识一阵头疼 道 叔父默契 当心身体 蓝启人还是气 这小鬼是你捡来的 你负责教会他认输 不然以后就不用来了 说吧 瞪了一眼地上的小鬼 便气呼呼地抬脚走了 蓝望鸡头疼地揉了揉额脚 他当时乔魏无羡可怜 一时不忍 加上家里刚好开了个阴阳铺子 便想着帮人一把 哪知这人竟是个不实术的 魏无羡有些紧张地抬起头 道 那个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对上魏无羡那双 带了几分自责和不安的眼睛 蓝望鸡根本说不出任何责怪的话 魏无羡又道 对不起 我下次一定管住自己嘴 不乱吃超市里的东西了 蓝望鸡呼觉有些心疼 那日在地铁上 听到这只小鬼 和别的阿飘聊天 便猜到了他的身世 这些年没有人给烧钱 想必早就饿坏了 在超市上班 有那么多好吃的摆在面前 忍不住也正常 没有不让你吃超市里的东西 你想吃便吃 蓝望鸡将人叫起来 认真道 你吃再多超市也亏不了 归根究底 还是因为你不识数 魏无羡尴尴尬地挠了挠鼻子 以前家里穷 没钱供我念书 蓝望鸡抿了抿唇 道 总之 先跟我走吧 去哪 是要赶他走吗 魏无羡抿了抿唇 他不想丢掉这份工作 虽然因为自己的失误 让超市亏了钱 但蓝叔父 还是把每个月三千的工资 发给了他 他不想走 蓝望鸡见他想岔了 抬手揉揉魏无羡毛茸茸的脑袋 轻声道 我在市中心有套公寓 先跟我去哪 等你学会了 算数我再送你回来上班 听到不是要赶他走 魏无羡松了口气 又高兴起来了 好 将魏无羡带回公寓 蓝望鸡便开启了 每天白天上班 晚上教鬼读书的生活 但教了一月有余 魏无却依旧不见长进 九龄后面是多少 魏无羡想了想 认真道 一百好吧 这太难了 换个简单的 我再问你 一加一等于几 魏无羡立刻道 石一蓝望鸡 被气得险些当场绝过去 按道不能生气 再给这鬼两个月的时间 要是到时候还学不会 就在想其他办法 可两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魏无羡不仅没学会 反而看他的眼神 越来越不对劲 是怎么回事 蓝望鸡去上班了 魏无羡一个人待在家 觉得无聊 便拿出了蓝望鸡 给他买的智能手机 上网冲浪 耍了一会儿手机 仍觉无聊 看了看时间 距离蓝望鸡下班 还有两个小时 便在网上找了套 初中的数学卷子来做 一套卷子 魏无羡只花了45分钟时间 就做完了 除了后面的附加题 不会以外 他做的几乎全对 则则 看着这张 几乎可以拿满分的试卷 魏无羡不慎在意地 撇了撇嘴 打开绿色的聊天软件 给蓝望鸡发了消息 什么时候回来 附带一个小猫 揣手手的表情 蓝望鸡不知道 那些小学的数学题 他其实早就学会了 还自学了初中的 现在准备自学高中的 生而为人时 没念过书 因为不时数 导致超市亏钱是真的 但他过目不忘 他的天赋也不是假的 之所以假装 连最简单的加减法 都不会 只不过是想借此 赖在蓝望鸡的身边罢了 是的 他喜欢上了蓝望鸡 起初是觉得 他长得漂亮 完全符合自己的审美 人也挺不一样的 但后来就完全是 喜欢上了他 这个完整的人 即便人鬼殊途 他也还是喜欢上了 不想回去上班 离开蓝望鸡的身边 蓝望鸡 今天不用加班 下了班我就回来 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 魏无羡打字 想吃你前天买的那种小蛋糕 巧克力口味的 那小蛋糕 是蓝望鸡在附近的阴阳铺子里 买的特殊材料做的 鬼可以吃 蓝望鸡 好 我给你找的数学题 记得写 我回来要检查的 魏无羡 知道了 小蓝老师 一连发送了三个可爱毛毛头的表情 魏无羡这才放下手机 拿起练习册 上面是蓝望鸡上班前给他留的家庭作业 全是一些最简单的加减法算术 一眼就能看得出答案 不过 魏无羡却眯了眯眼 故意写了几个错的答案 下午五点半 蓝望鸡拎着小蛋糕准时到家 彼时 魏无羡便捧着作业本 老老实实地递给他看 表情相当无辜 蓝望鸡检查了一遍作业 一百分的话 这份作业最多能打五分 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今天叔父还打电话来问过他 问魏无羡的数学学得怎么样了 说他已经新找了只小鬼收银 魏无羡还想继续去超市工作的话 可以给他安排个送货的活 六 罢了 不能强求 毕竟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学习的 鉴于魏无羡做对了一道题 蓝望鸡拿出画笔 在他手背上画了朵小红花 以示鼓励 道 不收银的话送货行吗 正吃蛋糕的魏无羡一愣 抬起头 有些委屈 你要赶我走了吗 蓝望鸡最是受不了 魏无羡那副可怜巴巴的表情 忙改口 不是 算了 再学一段时间吧 送货你怕是也不行 什么时候学会 就什么时候回超市吧 反正他也不差钱 并非养不起一只鬼 而且有魏无羡在身边 他的生活也变得有趣了许多 不再像往日一样寂寞轻枉 要是真将魏无羡送走 他还真有点 不习惯 也有点不舍 是夜 吃饱喝足的魏无羡 爬上了蓝望鸡的床 以为人熟睡了 便偷偷伸手 将人揽进怀里 小声道 我不要工钱 让我一直留在你身边行吗 为什么 谁知蓝望鸡突然开口 当时将魏无羡下来的鸡铃 你 你没睡啊 嗯 蓝望鸡点点头 又问 为什么 魏无羡紧紧张了半声 如实道 不想走 去帮你叔父收银就不能每天都看见你了 蓝望鸡暗暗握紧了拳头 为什么想要看见我 空气忽然安静下来 就在蓝望鸡以为魏无羡不会回答之际 他开口了 他道 因为喜欢 蓝望鸡猛地睁开了眼睛 魏无羡道 我不要工钱 就让我留在你身边 肉 尝 行吗 说吧 拉着蓝望鸡的手斧上自己结实的八块腹 鸡 虽然是一只鬼 但他好歹也是只大猛衣 很注重身材管理的 明明鬼没有体温 手下的鸡肉也是冰凉的 蓝望鸡却像是被什么烫了一下 猛地缩回了手 暗中红了一双耳朵 行吗 魏无羡久久没得到回答 便扒着蓝望鸡的肩膀 眼巴巴地望着他 蓝望鸡轻呼一口气 没说话 魏无羡等了半天 仍没得到答案 以为这是拒绝的意思 抿了抿唇 便准备起身下床 然而未等他起身 便听见蓝望鸡道 看你表 羡 确定自己没听错 魏无羡高兴坏了 真的 你同意了 蓝望激动了动肩膀 将那只不老实的狗爪子抖下去 重复道 看你表现 魏无羡的嘴角 忽然朝两边咧开 快咧到耳朵跟了才停下来 好 他一定身体力行 好好表现 晚